欧狗给欢迎博康同欢之战马超势力五对共存 今天博康将为大家带来博康在同欢之战马超势力的五对共存 连博康这种滑水流都能够战功第一贡献第二 你觉得还需要多说这五对共存的实力吗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 首先第一对SP马超富贵宫 这是马超张鲁刘章势力的限定 弓兵骑兵异族兵种二选一 弓兵一定是首选 异族技能就是一个进化加两个爆炸戳出来 目前这对的强度绝对三战断挡第一 出门几连穿天下无双拿到手软 细节方面SP马超至少半五半素 SP皇甫宗至少五十素拳筒 徐游全制有条件的带个原住甲 至于SP马超买怕暴躁神威网道 有一定要给没有也无所谓 博康总结一下这对不带草船带威谋 不带灵魏救主带飞宫 这意味着顶配SP关羽队伍全部靠边站 都玩了一整年了SP关羽谁爱玩谁玩 我们紧接第二对藤甲太威盾 这对不用多说了刮骨给到就是顶配 对面SP马超多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曹操换成SP曹真 队伍整体剧本环境还是可以 因为陆逊无功较长三之战剧本大幅减少 第三队则来到我们的SP旁的紫金宫 记住这是第二支一族部队 但由于开启时间在中期结算之前 所以建议第三或者第四队再玩 一族技能仍然是一个进化两个包扎 这队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怕混乱 连穿能力一定毋庸置疑 而且在面对SP马超队伍时 由于SP马超速度太快进化体系有缺陷 所以经常能够混乱的他找不到呗 队伍细节方面一定要确保 加许智力最高带远驻甲 SP群运如果有多出来的智力就点统帅 SP庞德则简单的全无加点 然后第四队八门群攻 随着SP马超的推出 群攻你必须要玩 而且博康现在建议如果你是满红 SP助军给我点60到80点速度 你的唯一目标是去和军名版本的SP黄辅松抢速度 这样能够大幅提升你对后轨枪的胜率 然后SP元少这边博康这赛季兑换了号令 所以只加了30点速度一丝一丝 整体感觉下来吧也没有质变 反正群攻马强度也从来不是什么T0 但作为第四队强度一定合格 最后到第五队那一定是圣器观光章 这队博康就是朝着SP马超和富贵齐去的 关羽的威谋博康换成了千里走单旗 算是少了个控制补了点输出和稳定性 至于卷多少速度给多少匹踩踏马 这完全看你自己有多少家底 博康反正没有那么多踩踏马 第五队马要啥自行车 OK 同关之战剧本马超势力五队共存就介绍到这里 不得不感难 SP马超的时代来得可真快